哈喽各位帅哥美女 大家好 我现在录这个视频是因为Evlin老师叫我做一个 Testimonial 所以我帮他录这个视频 一个很短暂的视频 我再分享 我在上EEP之前和之后的那个差别 其实我想你们应该看过我现在 上EEP之前那个怪兽模样 OK 上了EEP之后还是任何Evlin老师的关系 其实我就觉得自信满满啦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突破就是说 我找到我自己要什么 我的内涵是什么 就是说我很清楚我Position 然后另外一个是外表方面要怎么装扮 什么颜色适合我 什么设计适合我 我是什么派系啊 好像我是那种Sporty咯 会不会是Elegant咯 还是要跑Classic路线咯 不过我现在是大致上生活过得很开心啦 很充实 就是说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 人脉也越来越好 只要你们看过我以前的那个 Office的各式的那种专办 哇不可思议 我看回去都 哇不可思议 so 好彩有Evlin老师 谢谢你 但事实上我现在 我是从事那个Property Agent 我是在IQI Elite Legacy的团队 OK 我经历了一年 我组织现在有13个人 去年的业绩 我本身业绩 我是比较多是做出租的 出租我现在是做了130多间 屋子去年卖了16间 16间啊 其实在一个MCO 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讲 哇MCO很惨咯或什么 没有我跟你讲 MCO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 我现在一个一天的 Appointment 都要七八个 Appointment 我现在现在还考虑要不要请司机来 在我们 我绝对不是好恋 我只是说咧 我们要比较有信心一点 我觉得 因为我可能是 我找到我内涵 我找到我要什么 我对我的事业很热忱 所以我就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是 看你们自己怎么看这市场 我是觉得有危险就有机会 所以感谢义宾老师 让我上了这个课程 找到我自己 其实我上了课程之后 身边的人觉得 哇真的不一样 好像很有热忱 做事情很用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清楚要走路线是什么了 所以感谢义宾老师 这么用心两口 在陪我 我上课的时候咧 只有我一个丑八怪 然后有17个美女 所以我的那个恐惧感 你可以想象 我的那个害羞和自闭症 是多么的严重 那当时你知道吗 首先是 大致上我见到人 我不会恐惧 所以我信心满满 做事情也是很用心 信心满满 假如你们有机会 在县市生活见到我的话 还是有在Facebook YouTube看到我的话 过来跟我讲声嗨 我们可以真心交到朋友 绝对没有利益上的 那个利用和冲突 谢谢 我是Brandon Chill 我是来自古今的Brandon Chill 有什么东西可以直接私信 还是撕掉我 谢谢